林初九晕倒了,突然倒下,事先没有一点预兆,不仅仅是珊瑚和翡翠,就连屋内的萧天耀也是惊了一跳。 好好的,林初九怎么会晕倒,莫不是在宫里中了招? 王妃,王妃! 翡翠忙蹲下,手忙脚乱地扶起林初九,却发现林初九头上破了一个口子,血鼓鼓而流,糊了一脸,好不害人。 快,来人哪,来人哪,王妃撞了头,血,好多血,王妃流了好多血。 翡翠抱着林初九几次想要起来,却因为力气太小,怎么也站不起来,只能哭着大喊, 珊瑚,快,快去找大夫,快去叫人,王妃流了好多血。 看上去就像死人一样,好可怕。 我,我这就去。 珊瑚本想和翡翠一起将林初九扶起来,进此情况,只得起身往外跑。 赶紧给林初九找大夫,男女瘦瘦不轻,侍卫上前却不敢碰林初九,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 翡翠姑娘,先用帕子按住伤口,不能让王妃再流血。 林初九非常倒霉,摔倒时脑袋正好磕在台阶尖锐处,一瞬间就把额头磕破了,血拼命往外流。 对,对,王妃说了,血流多了会死人的,要止住血。 翡翠也不怕林初九会痛,死命按住林初九的伤口,见血流出来的速度减缓,这才冷静下来,颤抖地探了探林初九的鼻息,确定林初九还有呼吸,松了口气。 世卫知晓林初九没有生命之忧,也跟着放下心来,准备进去报告给萧天耀知晓,可不想一回头就看到推着轮椅走出来的萧天耀。 王爷! 世卫反射性的站好,怎么回事? 萧天耀推着轮椅上前,世卫纷纷后退,分立于两侧。 回王爷的话,王妃娘娘突然晕倒了,磕破了头,流了不少血,不过没有生命之忧。 世卫上前,言简意该地说道,嗯,萧天耀应了一声,世卫本以为他会离去,不想萧天耀去驱动轮椅上前。 王爷要做什么? 世卫嘴巴微动,一脸疑惑,然而让他们更惊讶的是, 萧天耀不仅一路走到林初九面前,还弯下腰从翡翠手里,将林初九抱了起来。 啊?是他们眼睛花了,还是王爷中邪了? 说好的不尽女色呢,王爷怎么主动抱起一个姑娘了? 不对,这不是什么姑娘,这是他们王妃。 王爷亲自抱起,再争唱不过了。 只是,看到萧天耀抱着林初九坐在轮椅上,世卫怎么看怎么别扭。 面前这一幕实在是太惊悚了,他们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他们家王爷。 而让他们更惊讶的还在后面,萧天耀冷声下令,去,把厢房收拾好。 这是要将林初九安置在院子里。 翡翠好半天都回不了神,直到萧天耀抱着林初九, 示意侍卫推他去厢房,珊瑚才反应过来,忙爬起来先一步去收拾厢房。 不管王爷怎么想,王妃能在王爷的院子休养都是好事。 翡翠的动作非常快,萧天耀抱着林初九进来时, 翡翠已将床铺好,上前想要从萧天耀手里接过林初九, 却被萧天耀一个冷眼吓得连连后退。 萧天耀亲自将林初九放在床上, 侍卫隐隐看到萧天耀双腿落地, 只是太快,来不及看清,萧天耀便坐了回去。 翡翠已经被刺激得不知怎么办才好, 呆呆地站在屋内,还是侍卫踢了他一脚, 他才反应过来,忙端起铜盆出去打水。 吴大夫给侍卫们包扎完就回了西院, 西院离萧天耀住的主院有些距离, 林初九伤口出着血止住了,吴大夫还没有来, 而萧天耀一直在房内等着, 虽然没有说话,可却吓得翡翠不敢乱动。 他真不明白王爷到底是什么意思, 要说王爷关心王妃, 可王爷进来后就背对着王妃, 宁可对着窗子发呆,也没有看王妃一眼。 要说王爷不关心王妃, 可王爷又不顾腿上的伤, 亲自将王妃抱进来, 不借他人之手,哎, 主子们的事真的难懂。 就在翡翠胡思乱想间, 吴大夫终于来了, 还来不及喘气, 就先被萧天耀周身散发的寒气吓了一跳。 王,王爷! 吴大夫结结巴巴地叫了一声, 显然是没想到萧天耀会在屋里。 嗯,萧天耀没有回头, 依旧坐在靠窗的位置, 没有人知道他这是何意。 吴大夫待在原地, 还是珊瑚看不过去, 上前提醒了一句, 吴大夫这才反应过来, 上前为淋出酒卷脉。 吴大夫的医术是可以的, 一把脉就知道淋出酒是身子虚, 精神紧绷,疲劳所致。 不过, 吴大夫扣着淋出酒的脉搏, 久久没有松手, 眉头也越皱越紧, 脸色也越发的难看。 吴大夫, 王妃怎么了? 翡翠和珊瑚一脸不安, 忙问道。 王妃他, 吴大夫欲言又止, 似有什么为难, 翡翠和珊瑚一见就知, 有些事不是他们能听的, 忙以给淋出酒拿换洗的衣服为由, 退了出去。 两个丫鬟很是贴心, 出去时还不忘将门带上。 吴大夫再不敢迟疑, 起身站在萧天药身后, 行礼道。 王爷, 王妃中了慢性毒药, 吴大夫也不敢肯定, 淋出酒是什么毒, 总之, 淋出酒的身子很不好。 嗯, 萧天药一点也不意外, 显然是早就知晓此事, 吴大夫心下大害, 暗自猜测, 淋出酒身上的毒, 可能是王爷下的, 只是, 凭淋出酒的医术, 淋出酒没有道理不知, 也没道理会中招才是, 可不想, 萧天药沉默片刻又说了一句, 可否能解? 解? 吴大夫懵了, 王爷给王妃下了药, 怎么现在还要解? 不能, 萧天药调转轮椅, 眼神扫向吴大夫, 吴大夫一慌, 忙后退两步, 说不上是心虚还是害怕, 总之没啥底气的道, 回王爷的话, 小人也不敢肯定, 王妃中的是什么毒, 还请王爷容小人再次诊断, 他只诊到了淋出酒中了慢性毒药, 也不知是什么毒。 嗯, 萧天药顶头应远, 吴大夫更加糊涂了, 难不成王妃身上的毒不是王爷下的, 可要不是王爷下的, 凭王妃的艺术, 谁能给他下毒? 你和这个生活帮助, 你ические毒药 你嫁胡言就得美好, 你嫁胡言, 我贵了个人, 你为什么我贵了, 你为什么我贵了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